公務員事務局建議新入職公務員需要宣誓 確認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 現職的由首長級或者升職的公務員做先 局長聶德權指如果不遵從 新入職的不會請 現職的會按現行法例和機制 考慮升遷和平容安排 謝卿二報導 跨黨派議員都關注公務員不遵從新建議 會有些什麼罰則 我希望很明確宣誓不可以當吃生菜 如果他真的不簽了 未入職的是不是不讓他入職 這才是一個入職的要求 那即是不簽就不能升職了 是不是 我們會考慮這個情況 我們會了解為什麼他不簽 會不會因為不簽這份東西 導致他最終要提早退休 或者要勒令退休 要他被迫離職 現時的機制就是沒有一個 即時就可以炒魷魚 這個一定要看個別的情況是怎樣 按照我們已有法例和處理機制去做 公務員在公余時間參與一些政治集會遊行 接受一些訪問批評特區政府 在你們的考慮是怎樣 他們的行為和言行 不可以和他們的公務員身份產生衝突 好像和政府是對著幹 如果你說參加一些集會示威 是反政府的 肯定是有違反的 有議員就問到 誓言是否跟人大常委16年就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 要同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區作出法律承諾 我不明白為何我們經常都要將國家和香港的所謂的利益 就假設了一定是有矛盾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 我看不到校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及特別行政區 兩者有些什麼矛盾 另一個焦點是公務員究竟怎樣界定 應該都適用於醫管局、大學、學校、官立學校、尊助學校 或者所有用公帑出糧的人員 包括我們立法會有些助理都是 薪酬的來源 根本上你都是來源著政府的話 那當然應該就是這樣的責任 我覺得這是一般的常識來的 支持政府沒有理由走出來反對 那即是哪幾個類別的人要宣誓呢? 葉德權說他不是法律專家 要由正式法律傳遞 但原則上包含合約制員工 他又提到現職公務員 現時建議先處理的兩個類別 已經涵蓋百萬多人 會再研究之後怎樣分批處理 有線電視記者謝卿怡報道